今天的风和日丽的天气非常的好 然后我们现在在黄埔江畔来参加奥迪A5的试驾活动 这车也是刚刚改款 什么颜色都有 大家可以看一下A5哪个颜色最好看 我自己觉得绿色的还是很特别的 不知道官方叫它什么颜色 正好现在我左手边是这台四门版的Torback 右手边是两门版的Coupé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两台车有什么区别在气质 从我个人来言我肯定更喜欢两门版的Coupé 对吧 两门版的Coupé是一个流光蓝的颜色 右边的Sportback是一个白色 白色就显得更加的优雅清淡一点 蓝色就显得年轻运动一点 对吧 那么前脸我们看一看它的外观有什么区别 这个外观和改款之前最大的变化 应该就是蜂窝状的隔山了 而且这台两门版的Coupé选了黑色的套件 所以隔山和旁边的这些装饰件全部都是黑色的 那么右边这一台Sportback 它就是有一个银色的镀铬的 前保险缸这样的设计 然后六边形的进气隔山也是有一个镀铬包围的 所以还是黑色套件显得更加的运动一些 然后改款之后还有一个变化 就是灯组的造型有一些变化 就显得更加的细长 然后里面有一些点正式的灯的设计 那么在晚上点亮的时候 头灯和尾灯都是点正式的设计 这个时候之前老款很不一样的感觉 然后这台车因为拉长了灯的设计 灯的形状也被拉长了 所以你感觉非常的扁平化 那么能感觉到这台车是非常非常的低趴的 感觉的视觉重心是很低的 所谓一低遮百丑 那么低了之后 它的运动风味就会更加的浓烈一些 所以这台车的气质和我们之前试驾过的A4 还是有很大的不同的 你看四门版的Sportback 相对会比较的修长一些 很长 慢慢的溜下来 那么Coupe的版本 从C住之后 就相对会比较紧透一些 对吧 也是一个六倍的造型 让我个人会更喜欢Coupe的感觉 因为车尾显得更加的紧凑一些 这个就有一点点像A7的那种感觉 车尾非常的长 很长的一个线条 但我估计还是四门版的卖得多 因为中国消费者还是喜欢 去买一台更全能的车 A5的侧面的线条还是很优雅 前面我们聊过它谁做的六倍的线条了 然后看看它的圈 圈的样式是一个双五幅的轮圈 然后有一个灰色的 应该是四货赛的卡钳 但颜色很低调 我家喷个颜色应该会醒目一点 通风的刹车盘 然后胎是普利斯通的 叫博天独S001 脸平比25535 19寸的一个胎 应该也是比较偏向操控的轮胎 侧面的翼子板上方 有一个小小的S-Line的标识 这个标识 证明这是一个运动套件的版本 Valback有一个非常长的 很优雅的六倍的线条 然后到这儿 就给你弄了一个小小的压尾 从侧面看还是比较明显 能提供多少下压力 我就不知道了 反正看着挺好看 然后A5的车尾也是一样的 尾灯采用了和前面一样的 一个点正式的设计 这个是和老款不一样的 然后这个灯也做的比较狭长 所以整个车尾看起来 视觉是更加的扁平化 所以你会感觉更加的贴在地面上 有点低发的感觉 然后作为一个仙背的车型 后备箱的优势就很明显了 打开给大家看一下 电动尾门打开之后 你看到这整个是仙背仙起来 你放进一些大物品的时候就很舒服 但是里面空间确实非常的OK了 我觉得这个后备箱隆寄 你没什么可挑剔 然后下面这个车因为不像宝马一样 用了缺气保用的轮胎 下面是一个贝胎 贝胎的品牌还是玲珑 这个国产的胎 一个德国制造的车型 放了一个国产的胃胎 这证明现在全球贸易化 也是非常的方便 然后A5还有个特色 这台车和A6不一样 人家下面这两个是一个真正的排气的 并不是一个装饰的框 然后老的A5我记得是个圆形的排气 然后这个就换成了一个方形的 条状的装饰框 给你把排气框在里边 应该是个双边双出的排气 下面也有一点点的扩散器 对吧 整个车尾选了黑色套件之后 看着还是很运动的 然后我们这一台因为是一个45的TFSI 也是顶配的版本 所以它也是搭载了四驱的系统 不过好像这一次40TFSI也有四驱了 但这个四驱也不是以前的机械四驱了 它是一个试试四驱 也就是Quattro Ultra 那一套多片离合器片加电控的四驱 然后新款的A5内饰的变化 A4或者说其他奥迪车的感觉区别不大 因为它也没有采用奥迪A6那一套新的内饰设计 这屏幕是镶嵌在里面 所以整体看起来也是很熟悉的感觉 功能方面还是很全的 有座椅加热对吧 然后有ACC的自身巡航 有自动拨车 有倒车的360影像等等 座椅也不是那种一体式的座椅 就是一个分体式的头掌 然后坐得很舒服 很软 也有腿撑腰撑 所以速度还可以 然后有B&O音响对了忘提了 有B&O的音响 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标配的 咱们听一首我的歌 当你的歌感受一下它这个音响 那么就随便点一首我听的歌好了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歌 音响的体验呢 我们来的时候开的时候也体验了 确实还可以的 就它的环绕感非常的浓 音场的沉浸感也还可以 所以B&O还是很值得去选装的 如果没有标配的话 那我们接下来呢 到后排去感受一下 因为这一台是一个SBALL BACK 自满版本 那么后排空间也是值得 为大家去感受一下 那么到了后排之后呢 前排是我的坐姿啊 我身高是1米76 后排腿部其实还行 差不多啊 一拳有余的空间吧 然后头部呢 就确实有一点点压抑了 如果我坐的比较直的话呢 基本上要碰到这个车顶 而且靠背的角度呢也比较直 可能这个确实是受制于 结构空间的问题啊 靠背角度很直 但是座椅的长度很OK的 所以你的腿部的支撑呢 还是比较完善的 就像我们之前试驾那个 A6的ORO的时候 我觉得它的座椅就没有这个 座椅做这么长 它比较短 这个支撑还可以 那么后排的配置呢 也没有太多花头了啊 只有两个空调出风口 下面只是一个点烟器的这个 这个接口啊 连个USB也没给你配上 后排基本上没有什么配置 而且我们这一台应该是45TFSI的 顶配的版本 所以后排体验就是这样了 那怎么着也比这个 两门版的后排稍微宽裕的 我只能这么说啊 你要真的喜欢四门的 这个后排做的舒服的话 我觉得你买个A4也好 买个A6也好 就别买A5 A5那家的slogan怎么说来着 Sharp and Elegant 对吧 要看起来很有运动感 然后看起来又很优雅 所以人家才会选择A5 它和4系啊 这个C Coupe这种车型是一样 你得看起来有点优雅 有点酷 对吧 啊 现在我们在一个起去的路面上啊 路面的状况很不好 有各种起伏的大坑 然后现在我们虽然是动态模式 但是我相信悬架也并没有 其他模式可以选 整体感觉呢 绿震还可以 我觉得啊 大坑什么的绿的还是 相对晃动比较少 然后这个胎呢 我觉得胎造克制的也还可以 因为它不像宝马是个 这个雀气保养轮胎 硬邦邦的啊 它应该就是一个普通的运动性胎 所以我们前面早上开过来 我觉得 底盘的隔音其实还可以 那我们现在呢 就把这台A5开成了路 来简单聊一聊它的驾驶体验啊 那么动力方面呢 这台车其实是很熟悉的 第三代的EA888 搭载的是一个D1382中置的 7速双离合 那这一套动力总成的大家其实已经很熟悉了 它的这个个性化的驾驶模式也挺有意思 有一个发动机的声音选择 那么我想呢 这台车可能给你做了一些模拟声浪的设置 能让你再聊一些机器 不过我们现在是Dynamic的模式啊 我只能说嗯 两胜于无了 嘿嘿嘿嘿嘿嘿 那么我们不如聊一聊它的这个叫做 Quattro Ultra的四驱 那么这一套四驱呢 很多人贡猙说这个不是全是四驱了啊 奥迪没有灵魂 所以我觉得作为一台对吧 家用车这个四驱的设置呢 也是合心合力 毕竟现在A5的售价也不像以前那么坚挺 是不是 那么这一套多片离合器片加电控的四驱呢 能保证你平时呢是一个前驱的状态 那么相对油耗呢会乐观一点 但是呢我之前 也和这个奥迪的内部的人员有沟通过 去了解它这个Quattro Ultra的这个逻辑啊 它是这样说的 你平时比如说你放在一个舒适模式 但是你如果是重油下去 它是默认四驱的 另外一个你动态模式的时候呢 如果把ESC全部关闭了 它也是一直会保持着四驱的状态 所以你日常在城市里带步呢 还是能保证四驱的作用 那么雨雪落滑呢 那你是不用去担心的对吧 然后我们来聊这台车 和我觉得和A4和A6的区别 实际上呢 它这台车虽然外观涨得非常的运动 因为A5嘛 它比较去偏向运动化的一个外观 但其实它整体的隔音精密性也好 立正舒适度也好 我觉得啊 还是不错 如果你日常开 并不会觉得这是一个偏向新能车 运动车的底盘雕叫 既不吵又不颠 所以这台A5日常的整体舒适度呢 我觉得是完全没有问题 很舒服啊 BNO音响也很好听 隔音啊 滤震啊 通通也都是偏向日常的舒适调校 那样A5这个6倍的线条 那么在路上行驶的时候呢 就看起来是非常优雅 对吧 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反正我在路上看到一个开A4的呢 我可能不会那么的在意 想看一看车主的样子 那如果是个开A5的呢 我也想啊 那车主的品位还是可以的 还是有一定追求的 对吗 只希望和别人不一样 自驾了一整天呢 我的脑海中就浮现出了一个问题 同样是德国制造啊 同样是原汁原味的进口车型 你会选奥迪的A5呢 还是选宝马的4系 从我个人而言 这台A5的外观呢 我觉得更加的耐看一点 那么4系呢 就显得更加的张扬一些 所以我一个80后呢 可能更倾向于A5的外观 那么镜头前面的小伙伴 你们会怎么选呢 大家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 感谢收看本期行车 我是谭天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班红